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志博 这是个关于创作人的垃圾化 一般人的真心话聊天节目 欢迎来到 波波波波 嗶嗶啵啵 欢迎大家来到 波波波波 嗶嗶啵啵啵 我们今天呢 欢迎 柔敏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会邀请一些得过奖的人来 然后我们碰他一下呢 就可以沾染一些金奖的喜气 哈哈 柔你本身也是得了很多厉害的奖项 对不对 没有啊 抽奖啊 抽奖 我都是说那你这样抽奖 抽奖要中比得奖更难耶 真的啊 你是会中发票的人吗 我不是 我看我这方面超弱的 就是偏财运很弱 我觉得有真的运气好 我还蛮常中发票的 开心耶 每个月平均 每个礼坡是每个月都会有吗 没有他们那么平凡啊 这是有去土地公拜拜哦 哈哈哈 但推荐那个你可以用那个载具 哦 云端的 载具还会多一笔奖哦 云端限定的奖 所以你最多中过什么奖 多那个多大金额 哎其实也没没很多 最多4000 可是就是会 时不时来一下来一下 发票有4000 有呐 那你中过 还有更多的 哦 那你就 哎 可是我乐透中我5000 好 输了 哈哈哈 我挂挂乐最多 我挂挂乐最多 我挂挂乐我挂过6000 我挂挂乐 挂挂乐 那也就是义中奖体质了啦 也 也没有 那挂乐有挂三张啦 有没有跟奖成本 哈哈哈 挂12000 中6000 没有 哈哈哈 好 那其实除了这个奖项之外 我们柔米 你是两届的原创 课语组的首奖 哎 抽抽 然后抽抽抽抽抽抽抽 你本身是客家人吗 我爸爸那边 在哪边的客家人 大姨 嘉义那边 哦 所以你小时候是在嘉义长大 对 4岁前 哦 真的哦 那你在家也都是用客语母语在交谈吗 就是 其实我爸妈不会 可是因为4岁前 我是给我阿公阿婆带 所以我在那个小小 因为嘉义基本上大部分还是东台义的 所以我们那个是小客装 然后被闽南人包围 包围 求生存 但是你的阿婆他们应该是客语台语都很好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在我自己是美农 我爸爸是美农 哦 那他们也是客语台语都托福满分 生存啊 对 托福满分 对 那但是你后来小时候在嘉义的那段经验 有讲客语 对 那后来就离开嘉义了吗 对就被带回来啦 来台北 对对对对 那就没有继续讲客语了 就只有遇到我阿婆的时候才会讲 哇那你学短短四年就可以创作了 还是后面还有自己在练习 所以其实我第一首歌有写一点华语 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像Google翻译印翻 因为就是我的 因为类型是民谣嘛 我是要说我要说的话 所以我就不想要那个语气不自然 所以我有直接直接插一段华语这样 哦 对对对对 所以你算是我们多语言 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个前辈了 对我真的不会接种 这种怎么接会比较容易 这种你就说哦对啊 哈哈哈哈 这前辈要不然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因为我们其实昨天刚完成那个 早语音乐会 那这语是语言的语 其实呢呃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创作人来 然后有像Romy使用了台语 课语华语的融合创作 然后我们也有越南语的 主要呢就是透过语言的这个方式 来呈现台湾岛上的一个文化 很多元的样貌 然后呢 Romy自己本身其实 他是一个民谣歌手 那通常呃最早使用在民谣创作的语言 你是使用哪一个语言呢 就是华语 华语为主 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歌的时候 嗯 嗯 我觉得你超像 一个人 嗯 我以为是以利 呵呵 有人说过吗 有有有有 对 有你在唱华语的时候 有有 蛮 对不少朋友跟我说 真的哦 嗯 因为是一个很中低频很温暖的声音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好像说 哇塞 我以为是那个以利高路的新歌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 你又在不同 其实你好像唱到不同语言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依靠跟个性好像不太一样 真的 你自己会觉得吗 那我想听你觉得哪 例如怎样不一样 因为 我觉得像是华语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种 都市温暖的感觉 比如说找自己或是离开自己 就是那种还是会有一种暖心的感觉 对 可是唱课语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语言的关系吧 他会更一个怎么讲 就是嗯 呃 一个是都市的话 课语可能就是乡村 可是同样都是温暖的质地 对 就是可能因为依靠上的不同 你自己会在诠释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嗯 我觉得如果以 发音来说 课语好唱很多 哦 真的吗 因为课语很多母音或是 呃 发音 就是在唱歌 所以我觉得实力上很好唱 嗯 你知道很像在唱英文或外语 有 就刚好我觉得我的音质 或者是我的唱 习惯的唱法 就是他们那些母音 我们的声音可以更唱出来 可是因为花语含在嘴巴里面 对 然后我又低频 嗯 所以我如果不特别咬清楚 咬用力一点 还会听不清楚 可是我咬太清楚又做做 对 又变北京腔 对对对对对 可是台语跟客语这种情形相对来说 是比较还好 对不对对你来说 你说跟台语比起来吗 对你刚刚是说客语 对你来说比较好发音 对 那台语呢 台语也不错 可是 大家都说我唱台语有一种 就是你 我不知道就是客家人唱台语 还是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墙 可是其实也好像也没有不到 因为我是可以用台语在市场买菜的啊 哈哈哈 这是一个评断标准 对这是台语的托福认真 哈哈哈 那你可以用台语那个杀架吗 我们年轻人品很薄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 你如果台语太破 你就是市场会被阿姨忽视 真的 他不会理你 你会制造一个结界 他完全会忽略你这样 你不管怎么问他都不会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请问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多少 哈哈哈 直接来强行进入 所以你自己会觉得说母语在创作上 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表达 直 嗯我对啊 因为我刚好就是今年在做客与专辑嘛 我觉得我收获 蛮多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 真的 可能都市人也容易弯弯绕啦 对 然后你你用你自己习惯的语言想也都会 比较想不清楚 嗯 真的你知道这是我发现的 因为我本人是个废话很多人 嗯 你当你试试看你把你要说的话翻成英文 你就会发现中文废话很多 像是可以举例吗 就是例如说我们中文作文写你要写起承转合嘛 嗯 但其实英文作文的概念第一句就要是重点 这整个语言的逻辑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其实语言其实就是人生活逻辑 衍生出来的产物嘛 对 所以我今年做客专辑的时候 因为我要换一个语言去说我要说的话 对 然后他就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被凝练了 哦 所以 所以 可是他也不是说没有逻辑啊 就是英文是 你刚刚说的是英文比较直观 就很表达 要 我很明确比如说我想要玩 I want to play 就这样 就你要先说重点 然后再说你还要怎么玩 玩什么之类的 然后但中文是 呃 从天从前有一天 天气还不错 天气很好 对吧 所以我就在想 要不要出去玩一下 可是还太快了 哦 要迂回一点 哦 对吧 好像真的咧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被教导好像是这样子 是 这样才能拿到满几分 哈哈哈 靠 可是我觉得如果在经营社 你自己的粉丝专员是你自己经营吗 是啊 就是嗯这样 因为我也有看过很多就教你写社群文案的 他就告诉你说 因为比如说 你在这样子搜寻的时候 最先可能都看到三行嘛 他就告诉你说 这三行就必须是重点 我就经营的很烂啊 哈哈哈 对我 那你就用英文思维啊 你就不能那个迂回 对 就前三行就重点 哦不是啊以后我都英文发文 哈哈 可是你的客群会有点难抓 对 因为毕竟你要去市场买菜 是台语的族群 也是 对啊 所以就 诶这方面啦 因为其实你自己 现在是自己创作 自己经营自己吗 我有工资 但是就是他们会鼓励我自己发 那我如果有就是 就是很 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那个social anxiety 我就会先问他们 这样 哦真的假的 那所以 但是创作的部分是自己负责 自己处理 对 词曲编曲都是吗 编曲 如果以吉他来说 我会 吉他会有一个我自己版本 嗯哼 但录音的时候会看 那一首歌要怎么做 再讨论 可是 呃这几年都比较尝试往 嗯 就是 以我原来的那个样子 再去往上 延伸 对对 再继续长 所以通常词曲 demo 就直接先录出来了 然后再发去给编曲的人 做延伸 对 或者是也看制作人他有没有想做的方向 那你创作能量很强耶 啊怎么说 因为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词曲编曲 其实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啦 因为我们乐团的话 我们至少会分工一下 但是你都一个人包办这些事耶 我们客家人嘛 哈哈哈 你说比较节俭吗 哈哈哈 这样人 这样发包成本比较低 没有 没看那个吗 那个乌美直将 对 词曲 编曲 製作人 都是李荣豪 他也是客家人哦 I don't know 哈哈哈 对 但我们都很羡慕 那个啊可以有乐团的 昨天我才跟那个找到老师聊 我们都很羡慕 就是 你们那个有伙伴旁边 然后他还可以休息一下 哎也没有休息 我们也很累 啊你们不一样 你们就冲啊 对 对啊因为有乐 你之前有乐团的经验过吗 有也有跟乐手合作一起 就是他们一起演这样 演出 对对对 所以你会有一个乐团梦吗 以前到现在 以前有呢 真的哦 我觉得好像有呢 你是想要 怎么样的乐团 有想过吗 我我发现 我我最近也发现 我初心真的是爵士乐 真假 真的 哎Blue Giant很好看 哎我看了 你有哭吗 我就知道第二题会问这个 有 你有哭吗 没有 因为我都一直被他问说 你有哭吗 所以 我觉得微鼻酸 来你可以讲一下 你哭的点是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只是 顺便发现情绪 压力大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很多可能是 嗯 嗯 我自己觉得 我的 我在看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 我很像就是那一个 那个那个男主角 大 大 哎是大吗 对大 嗯 嗯 因为他就是 他说他想要当一个sex风手嘛 他就为了他的目标 而且是世界第一 所以 所以 彤恩神的目标 世界第一 没有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做目标 也没有啊 我就是想说 我可以理解他 就是因为我们 像我们就是音乐科班上来 我们就是一直要 竞赛啊 要 可能要 证明你自己 然后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你没办法想太多 啊 然后可能是身后的人 看到你这样一直冲 会觉得 很感动很鼻酸 但是 我自己如果是想像 那个角色的话 我就想说 哇我没有时间哭耶 没有 竟然是这种理由 对 好高哦 这很高呢 真的吗 还是你会有投射 觉得说 哇这种就是一种热血感让你感动 但我觉得他算 哦 昨天才聊他好像不 我觉得他不是热血 他是三情 哈哈哈 他其实还蛮三情的啊 他是啊 对但是 但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哭可能是因为作为 作为可能 一样就是小时候是乐明 然后现在也是也是演出者 你很能理解他们其中心境的流动 而且你不觉得他们那三位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同类型的人哦 我觉得是每一个演出者或音乐家 都会面临的不同状态 对 有没错 所以就觉得哇 然后然后我觉得我最感动就是 最后那个 手断掉 真的那个 对啊 就很 我本来就很喜欢看八点档 沙公写的啊 哈哈哈 那有够感人的啊 飞天michael 他只好弹完死在那边 没有啊 没有没有不要 他好好活着 我 我觉得你下一趟 你可以走这种路线 哪种路线 坏掉的路线 哈哈哈 有啊那个 傻狗血路线 可能一直鼓励我 跟你们一起坏掉 哈哈哈 把你们下水 有啊 因为这边有个巡回的计划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希望可以一起坏掉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只是需要被 被打开个开关 哈哈哈 是是是 对我们今天呢 这个桌上呢 也有我们柔米 带来自己酿的梅子 酒 嗯 跟梅子醋 是 本身是这么走贤惠的路线 就是会 那是贤惠吗 一些农家热的部分 啊对哦 农家 哎 你看 他带一按这个来耶 这其实已经有分给亲朋好友了啦 你这个酿了 酿了几年 快5年 这样才会好喝 真的哦 真的真的 越久越好喝 那你有酿过最久的是几年啊 哎 我我我年纪也不大啦 就5年 就就这一罐 就这一罐 对 柔米的精华 你 什么东西吗 不好意思 哈哈 我们台下有人想 柔米的精华听起来怪怪的 哈哈哈 就酒啊 好酒丁桃茶啊 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这个梅子醋 是你因为从小在 那个农家生活 长大的养分吗 其实我后来发现好像是耶 可是本人不会意识到 其实也是这几年 我帮我台北很多人一直讲 我才发现那个其中的差异 就例如说我18岁 我刚才在讲 我就是会随身带檜木精油 檜木 Hinoki 哈哈哈 就这样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那个长辈家的味道 哈哈哈 对 你觉得很舒服是不是 超香的啊 而且那个防蚊很好用呢 你真的是老灵魂 而且也比防蚊液便宜 又比防蚊液健康 便宜吗 比防蚊液便宜 那一罐这样滚租的 寬木精油 里人90块啊 欸我们今天一直在夜配 欢迎 在那家精神 你知道那个什么 祖父联盟 25周年庆的时候 我找我去演出 那一年我25岁嘛 嗯 我是会员 哈哈哈 哈哈哈 明正言顺 没在开玩笑 因为这些好生活 好棒哦 哈哈哈 欸你矿的都是一些有机的欸 就是里人啊 逐步联盟那些 对 平常是有机食品爱好者吗 对啦 对 你是你是你本身吃素吗 对 很好猜就长得很 哈哈哈 很佛系 但我我前面吃 我就17开始吃了8年 然后这几年有社会化 然后吃一些肉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欢喜素这样 你是自己自发想吃素 对啊 以前就愤青啊 对 哦 对啊我也没打疫苗啊 嬉皮 欸我爸也是欸 对你爸我不是在脑子 介绍一下 哈哈哈 介绍一下 哈哈哈 我爸也是个死不打 死不打那个疫苗 然后现在就说 看我干嘛打 哈哈哈 对 他怎么那么聪明 嗯我刚才就是叛逆吧 他真的很讨厌看医生之类的 哦我也不爱 我没有 我也不爱看医生 你真是客家人欸 我爸也不吃药欸 能不吃药就不要吃 他生病咳的咳得要命 然后或是牙齿 他都不去看欸 哦没有那样还是要哦 大家各位 那样还是要哦 牙齿非常重要 是人体 其实很脆弱的 器官的一部分 哈哈哈 觉得有年纪的 不要轻易拔牙 我是说真的 哎你下次可以做个劝势歌 我觉得这方面 为什么每个人都叫 要写劝势歌啊 是不是 因为 因为 因为你散发一种就是劝势的精神 只有只有我 凯特叫我不要再写劝势歌 他说你不要再对人家碎碎念了 哈哈哈 对 那你后来吃素有发现什么好处吗 没有啊吃素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 当在大了你知道吗 青春期吃素 哇你很早熟 因为17岁就是一个 无肉不欢的年轻人 对啊而且我又是 我其实是非常贪吃的人 非常爱吃所以那时候 没有人相信为什么 他们都以为我现在考试发愿 哈哈哈 哦要怀愿 对 然后就考很久想说你怎么还在吃 对 就习惯了 就我那时候真的就只是觉得 呃我想要用 就是如果我有我认同的价值观 然后我应该要身体力行 哇 就一路到现在 对可是 如果你实际上很大 吃素很容易胖 呃其实我本人也有 吃素的经验过 欸欸 但是我 因为我一开始是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我闻到猪肉味道 莫名的头晕 是被开光哦 我不知道很奇怪 因为有一次我们拍那个 闹三仙的MV 我们在宜兰传统市场 然后就在猪肉摊旁边 嗯 然后我就经过猪肉摊 我就突然一阵晕眩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真的没有那么传来 没有那么晕眩过 然后后来就突然想到一个道理 说如果说下地狱 人家都是什么上刀山下油锅 他因为那个猪肉 他那个猪体不就这样子躺着吗 对啊 我说到对动物来讲 其实人世间就是他们的地狱啊 Oh my God 然后那时候就突然觉得 还是先不要吃猪肉好了 然后就一阵子不吃猪肉 就不吃四只饺的 然后就只吃鸡肉跟海鲜 啊一阵子之后 那就说嗯 我去一趟印度 印度回来之后我想说 嗯 好像吃全素也蛮好的 然后就吃一吃 就吃了全素 然后后来发现 就渐渐了 就每个时候的timing 或是那种契机不一样 我也没有说特别 呃要去奉行说吃素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跟家人啊 跟朋友吃饭 有时候比较难 不方便吃 对吧 对 然后后来就又改回来 但是如果有机会 其实我就是三不五时 会吃个小素这样子 吃个小素 对啊 但是我觉得吃素的时候啊 我根本没有吃饱过 对不对 很容易饿 所以你得吃很多淀粉 对 所以就会怕 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很瘦 油加淀粉 你那时候已经减肥成功了 我看上一集 你知道我小时就65公斤 我是要洗澡的时候 肚子掀起来那种的 哈哈哈 掀起你该头来那种的 嚇死 对 不要跟我这么细节啊 哈哈哈 我们第一次见面 哈哈哈 嗯 对所以就 吃素对我来讲 那时候觉得说 哇塞 哎我永远都没有饱的时候过 或是饿很快 就肉要吃够 或是你就得一直补充青菜 对不对 青菜 或是天辈 啊对天辈 天辈很赞耶 推荐大家 好吃 狂豆发酵的 天辈算是 它是从印度还是哪边来吗 你就印尼南亚 对 早期台湾还没有流行 没错没错 对那时候我就有 八楼到这一波 对啊那时候我开始吃素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还没那么流行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吃 就是选择很少 比较多都是那种佛家素 佛家素是不能 就是宫廟旁边的小吃店 才会有卖素的 你不会有年轻人卖素的 哎那你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吗 没有特别 但应该就是佛教 应该 佛头想说什么应该 所以所以你有像我这种经验过吗 就对肉感到 被开光那样 对恶心什么这种的 我没有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还蛮选的 应该就是有缘 真的 我觉得我比较是 哎可是 可是我 我很妙 我小时候也是那个 也是高中的时候前后 有一次我搭计程车 然后那个 那时候是七月半 嗯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他平常是机桶 但是因为那个七月半 所以庙里休息 他就来开计程车 然后 他就说 我差点计程师机聊天 他就说 你佛缘很深 孙女哦 对然后他就叫我 少少吃肉 然后尤其不要吃什么羊肉狗肉 然后 说 嗯 就是讲一些要注意的 然后 他在那边帮我 你知道有点微算命 他就说 你哦 你就是 那个刀子 刀子嘴豆腐心 嘴豆腐心 但很孝顺啦 只是嘴巴很坏 这样 什么的脾气不好 哎客家人都这样啊 哎什么无名话 对 我们家族都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那你们客家有贫血吗 哎没有 哦因为我贫血 然后昨天跟朋友聊 他说你就是客家贫血 哈哈哈 什么都客家 什么啦 有米兰贫血哦 对 那那个 所以你是那时候 季童跟你讲的时候 你已经吃素了吗 我已经很忘记 可是我就 我只是觉得很很妙 哦 然后他就还说 因为他就说 他就说我没讲到重点拍摄 他说因为你佛缘很深 所以他叫我 就是要离 就是 例如说人家有办伤事什么的 哦 离远一点 他说因为 人家会跟着你 他说你没觉得你肩膀很重吗 超可怕 还真的 我肩颈超紧的 哈 我肩颈超紧的 目前right now会吗 我之前好很多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是紧到是 高中我去看中医 然后中医说 你这个纤维化是七八十岁人才有的 所以那时候他讲这个 我就觉得很玄对起来这样 哈 就是不正常的景啊 对吧 啊结果后来怎么解决 快木金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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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积 积口德啊对 小朋友我们要多做好事 说好话 不要再缺事了 正眼法师说的都是真的 哈哈哈 你确定耶 哈哈哈 哎对 你要确定耶 那我换一个换一个 近诗语近诗语 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对 小次有被逼背过吗 有有 我也有 我们要师姐 哈哈哈 尽量说 对对对对 有 好啦近诗语真的有一些人生价值 我认真觉得可以参考 例如这个有一句呢 我每次要生气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 哈哈哈 来惩罚自己 这句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会不会 汉汉后期很难剪 这就超经典的 就超经典的啊 这就是近诗语经典的 然后我就每次要 教学生的时候 我就是想真的想真的去 惩罚自己 惩罚自己 然后越想想到一临界点 我就爆炸 哇 我就想说我管你惩不惩罚 我现在就不爽 我真的就对我来没用 因为我会想到我妈的脸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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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意思 然后就更生气哦 对啊 因为没有 你懂吗 家人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他其实我妈也很棒 是个很棒的妈妈 但是你就会想到她 讲这句话的脸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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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家人就是这么一个 可爱的存在 是 相爱相杀 哈哈哈 你们家全家都是客家人吗 没有 我爸爸那边是 我妈是外省人 跟我一样 对啊 你也是 爸爸那边吗 对 爸爸那边 客家人 对 OK 好 非常有趣 那个柔米的创作 虽然在闲聊之中呢 发现柔米其实 就跟我们一样也是 非常好cute的人 可是柔米的歌曲呢 却是非常的温暖 很多人说你的歌曲里面有 很留白 呼吸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是你本身在创作的时候 故意去设想的吗 还是他是一个很自然 就是你创作的时候 这样讲话的一种状态 对啊 应该是后者 不会是特别说 嗯 我这边要给他控一下 一个休止符这样子 不行 对 我拍子不太不太稳 哈哈哈 对 是刚好 刚好 刚好的 对 因为我们柔米呢 其实也有很多国际交流的经验 对不对 他上次也去了马来西亚 是 然后我也有看到 你去了澳洲 澳洲 是有个什么 Global Music Match吗 哦 那是线上 那是疫情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然后还有去过哪边吗 国际交流的部分 你说是实地区哦 实地区或是线上交流创作的 线上那时候是澳洲啊 芬兰挪威 然后英国美国都有 它就是 Global Music Match 它是一个什么样活动 你自己去申请的吗 是那个没有 他们是贵人 三部 他们 迷界的 对对对 因为他是全球的厂牌 嗯哼 然后合作 然后他们等于像 因为刚好那时候疫情嘛 然后大家就 线上除了交流 然后也会同步分享彼此 现在各地的状况 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都是 民谣世界音乐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超适合 对 我们很多都是直接线上就是 就是交流把歌声出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真的有产出作品 有 超好玩 产出几首啊 哎我本 本人后来很懶 但实际真的有 我们有发 我有发一首 就是跟那个澳洲 澳洲的嘛 澳洲的嘛 澳洲双方歌手 而且那一次超好玩就是 我们就视讯同步嘛 然后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看到一个那个 周杰伦的广告 嗯 他就 就是很屌这样的 嗯 跟一个那个副商说 你现在键盆随便按三个音 我用这三个音就可以写歌 哦 然后我说哇靠这么屌 然后我想我也来试试看 然后我就 我就用那个视讯镜头 叫那个澳洲的星龙双方 叫他 我就手这样随便摸 吗这样这样 然后叫他 他叫喊停 嗯 然后选三个音 哦好酷哦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三个音写了一首歌 好酷哦 嗯 突然有听得到吗 呃没有然后 但我有发在 我们有发一个IG 然后有剪一个短影片 哦很可爱 就我们就各自把我们 两地生活的碎片 手机碎片丢 上去剪起来的 好有趣哦 对 所以在你自己的IG 可以找到这个 因为我们到时候下面 都会附这些连结 啊 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去找这一首歌 叫什么歌名呢 那时候就很随便就取的叫 五三一 五三一 嗯好可怕 我刚 我们真的没有CUE呢 哈哈哈 刚刚那个聊点准 这是音乐人的默契 哈哈哈 除了这个澳洲的线上创作之外 上次的马来西亚 对 那个是去巡演吗 去他们音乐节邀请 然后 去了之后 后来还去帮 就救你们火嘛 对对对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飞去印尼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那个好玩吗 那次演出 冰城很好玩 对对 去冰城 对 我记得你们是在一个老屋 还是古迹 三宝龙吗 哦三宝龙是印尼 是印尼 也有去 很想聊印尼是不是 三宝龙在印尼 你有去过三宝龙那个 没有没有 哦 那你怎么也熟印尼的感觉 有吗 有你是东南亚去过马来西亚之外 还有去过其他国家吗 哦有呢 我去过那个 柬埔寨跟越南 我很爱柬埔寨 诶我也很爱柬埔寨 诶 我们都不是去KK圆区 你不是吧 KK圆区 K圆区是啥 之前那个贩卖 奇怪 太 这个KK圆区有点专业 为什么没有一个名字啊 就之前新闻啊 宏吉意思 我不是不是 我是蛮早之前去的 哦 之前是去交流创作吗 我没有第一次是跟家人去 然后第二次是去当志工 建筑系的志工 去那边盖房子 你是建筑系的哦 我是建筑系 但我没念完 天哪 好厉害哦 你是念建筑的 但是 你为什么会有兴趣啊 什么意思 怎么会对建筑有兴趣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不想念大学 然后 然后那我们学校建筑系 那时候我查到 我觉得课程最屌最有趣 最free的 哦 对 但还是没念完 对 因为好巧不巧 我开学前 嗯 我自己去还到了一趟 嗯 然后我就在台东待了一两个月 回去就觉得没意思啊 对 你真的是很有一个被骨反叛的灵魂 对 还在我真的不敢生小孩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应该是最叛逆的事了 如果生小孩的话 哈哈哈 对 好我们今天都很开心邀请到柔米到现场 那柔米们其实分享了很多 我觉得是 因为我在其他的访谈好像没有看到 就是 你这一面耶 哪一面啊 就是比较 嗯 因为感觉其他访谈啊 像什么那个四星就聊音乐的那种 就是一个还是很温柔美丽形象的柔米 但其实我们的柔米 你是不是也诗子座 难得你也诗子座 我诗子座 你几号 我小北七阿 小北八七号 嗯 哦我731 731 啊你是那个呢 哪个 我应该没记错吧 哈利波特好像是7月31 JK罗琳7月31 哦是JK罗琳 哈利波特不吃 啊他是要二十几对不对 好像是 那你知道谁也731吗 对 何一行 哈哈哈 哈哈哈 有这个有 我给10分 哈哈哈 好的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狮子聚会 狮子座就是赞 是吧 就是赞 好 我们再次的谢谢柔米 谢谢 谢谢 谢谢柔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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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